那我們今天的哲伍呢 請到由廷豪來幫我們擔任主持 剛剛有朋友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縣改到底是改中華民國憲法 還是要做制定性憲法 但目前來講有兩個 有兩個 比如台教會他們已經做了2014年版本的 台灣國型憲法 就是按照以前的修正 但是也有人差強次的從中華民國憲法來改變 所以等一下 大概他們也會提到這一點 到底是我們需要什麼新的憲法 還是說我們在有一個憲法的精神 在這個2015年 這時候可以重新喚起大家對於國家 或對於土地 或對於制度的有關心 那請大家先熱烈掌聲歡迎陈廷豪 那您是台北 大家就今天歡迎你講師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到陈廷豪 你是責務的志工 那像剛剛凱哥所說的 就是不論要修憲或是制憲 我想最主要重要的是說 到底在這個憲改運動中 到底人民怎麼參與這場運動 怎麼參與這場憲改的議題 我想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因為我們會知道說 那個國家根本大法 就是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 他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是說 如何展現整體國民的意志 那怎麼樣在改革的過程中 這個人民的意志可以由上而下而進去 而不是只是讓政治人物之間 禮史去做一些立場的交換 我覺得這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請到 就是俊宏老師 呂家華還有黃毅壁來談這整件事情 這樣 那俊宏老師會以各國的憲改運動來做比較 談說那台灣可以怎麼樣 在修憲的過程中 或是在憲改的過程中 他們人民是怎麼參與 那呂家華會從那時候318運動 有許多也提出公民憲政會的訴求 然後和後來要繼續推動一些草根論壇 和修憲這件事情 那另外黃毅壁會談說 那作為一個長期在關心人權議題的NGO組織 他怎麼參與這場憲改運動 好那我就不多說 那我就先請陳俊宏老師來問我們 做第一個主講 讓大家掌聲鼓勵 好 謝謝 大家親民好 我想我的部分今天 我想把時間多一點 給兩位這個夥伴 因為他們其實在目前的這場運動當中 其實投入了非常多 那簡單來講 做一場運動本身 重點就在於如何能夠 喚起更多的公民們的投入 所以關於究竟我們是要自宣還是要修憲 回過頭來還是來自於 我們所有人怎麼樣去展現我們的國民意志 大家對這件事情 我常講說運動就像是要去捲起一個風向 這個風向如果能夠捲得夠大 我想我們對於未來的改革的空間 或者是我們要去展現我們國民意志的可能性 其實就更大 那我今天其實花一點時間簡單來談一下 就是目前有一個聯盟正在推動這個憲改的運動 那這個運動叫做公民憲政推動聯盟 那這個聯盟其實是跟318佔領運動有大關係 因為在318這個退場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就是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那為什麼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 我等一下會說明 那在這一個運動結束之後 其實很多的公民團體一直認為 台灣真的是鬼州海撩撩 那如果要真正解決 絕對不是只是關於這個福茂簽署的這些民主程序而已 而是整個台灣的憲政體制 必須要做徹底的一個解決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基礎底下 有20多個團體組成了一個叫做公民憲政推動聯盟 那這個聯盟的一個基本主張 其實就是講主張是說要全面的憲改 那全面憲改 我們談這個這場運動叫新憲運動 那新憲運動就是這個新憲 其實有可能包含自憲 也可能包含全面性的去改變 我們目前的這個中華民國憲法體制裡面的一些過去 在這個修憲條文 或是在這些許多的程序限制底下 無法去更動的這些基本的原則 所以我們認為在2016選舉之前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朝野的一些共同的 以及加上公民社會的這些力量 來讓這個憲法的改修憲 或者是制憲這件事情 能夠真的達成 所以我們其實有兩個基本的很重要的主張 一個就是全面性的憲改 為什麼會想到這一點 其實各位知道在九合一大選之後 好像修憲的議題或是憲改的議題開始熱起來 尤其是我們看到這個國民黨的這個黨主席候選人朱立倫 他忽然間拋出了說台灣要內閣政 那這裡面其實你會感覺到非常的詭異 非常的怪異 在一些毫無脈絡的心之下 他認為說我們要修內閣政 各位如果了解憲法 或是了解整個憲法政治的人都知道 一個憲政體制的討論 絕對不可能抽象的去談內閣政總統制的討論 尤其是在那邊 我常常講說這邊有很多的政治算計 在這邊他並沒有真心誠意的 想要針對公民社會所長期關注的議題來進行討論 所以我們的公民社會角度就是認為 這一場的運動本身必須需要全面性的 來檢視當前的整個憲政體制 另外一個我們的基本訴求是認為 這一次的修憲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工程 這次憲改的核心工程 是必須要由下而上 我們看到從90年代到2005年 台灣經歷過七次的修憲 這七次的憲改 其實都是由精英在操弄的 都是由精英在掌握議程 都是由精英透過協商的過程裡面所形成的 在這裡面公民並沒有在這裡面展現任何的角色 那我們說 像剛剛主持人所講的 如果憲法是國民意志的展現 或者是人民跟國家共同去打造一個國家前進的難圖 去追求國家共同的價值跟理想的話 那麼公民在這一個自憲或修憲的過程當中缺席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但是我們過去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幾次的這個憲改 其實我們都看到公民是缺席的 所以在這一場運動裡面 我們特別強調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訴求 就是主張我們要由下而上 由公民來掌握這一次運動的基本核心訴求 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下 我們其實希望說 憲政的改革 或者是推動一個憲法的一個自憲或修憲的運動過程當中 其實是必須要一個核心的角色 就是公民的參與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憲改跟參與民主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一個真正能夠深化台灣未來的民主鞏固 其實是需要公民的實質參與 那這是我們在這場運動裡面最重要的一個主張 更主張就是希望能夠去擺脫過去由政治精英操弄議程 操弄議題的設定跟操弄議題內容的這樣的一種方式 取由共同公民跟政治精英一起來參與這一次憲法的制定或修改的這樣的一個改造工程 由我們所有國民一起來共同思考國家未來的藍圖 那這裡面其實一個很重要的理由來自於是說 我們看到現階段在第七世修憲之後 我們台灣的憲法的修憲門檻 造成我們這一次是一個沒有辦法修憲的門檻 我們的修憲門檻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必須要經過立法院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提議 四分之三的出席 還要出席委員的四分之三決議 通過憲法修正案 還要再交由公民覆決 公民覆決要所有總 全國總選舉人的總票數的半數以上通過 修憲案才可以通過 換出這種雙門檻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使得一個我們認為憲法的一個制定 或憲法的一些基本價值 要隨著社會的脈動來做修正 這件事情變得非常的困難 所以在這一場運動裡面 我們更厲害要提出了一個主張就是 我們必須要降低這樣的一個高門檻的一種修憲程序 使得我們現階段許多重要的價值 新的這些價值 在這樣的一個程序裡面被框住了 沒有辦法去進行 所以在這樣基礎底下 我們其實是要來延續 這個三一八的運動的一個基本的主軸 各位都知道這個運動的緣起 其實是來自於三一八佔領運動裡面 在國會在議場裡面 當時其實就提出了一個訴求 希望我們不召開國事會議 各位知道我剛剛講的過去的精英修憲 都是政黨的領導人召開一個國事會議 邀請所謂的黨派人士再加上幾個公民代表 然後去進行這樣的一個修憲的過程 我們希望的不是一個過去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麼在那個時候在議場就提出了召開一個體制外的一個公民憲政會議 以公民為核心來進行這樣的這一波的憲憲運動 那在三月二十四號 我們在議場內其實也就召開了 支持召開國民憲政會議的一個記者會 那麼之後我們就知道馬總統馬政府 就主張要開經貿國事會議 他議程設定上就認為這個跟憲改無關 純粹是 談服貿就是要談經濟 所以它是限定於召開經貿國事會議 那各位都知道經貿國事會已經開完了 到底對台灣經貿的問題診斷提出了什麼樣的方案 我想我們今天在座裡大家都很清楚 這邊其實是沒有太多的實質意義 它也沒有根本去面對台灣當前的核心問題 所以在那個時候公民團體就反對了召開經貿國事會議 那麼其實是在 三一八其實在濟南這個場跟在青島動物場 在座我想有很多朋友在那個時候都一起參與了這場審會 其實有超過千人的公民們在街頭去進行的公民的憲政會議的草根論壇 進行的許多議題的審議提出了幾個重要的訴求 那這邊包含了幾個包括新政體制 政黨選舉制度 包括世代正義 包括分配正義 包括這一些所謂的兩岸的民主防衛機制等等 這些議題在我看來 其實在許多的場合裡面你看到公民的審議 其實是感覺到非常的感動 公民對問題的診斷 對於國家未來的想像 其實是非常深刻 絕對不會比這些 坐在辦公桌裡面的這些政治精英 對於台灣問題的診斷 對台灣問題的把脈 他們實際上是比我們更了解 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公民團體透過了這一場的千人的審議過程當中 也提出了一個意見書 那裡面也提出了幾個具體的進程 為什麼要召開 以及要討論什麼 以及要如何進行等等 那這邊其實就談五個重要的議題 那目標就希望我們能夠透過體制外的會議 來達成體制內的這些具體的力量改革 因為我們不太相信政治人物 在這一場的限改的運動過程當中 能夠真心的透過人民的這些聲音來做這些事情 只有透過草根力量的彙整集結 才能辦法去推動這一股力量 能夠繼續進入到這個政治場域裡面 所以我們後續這一場這個聯盟 其實行程的過程裡面就開始做了很多的準備 我們5月25號就召開了一個研討會 進行了整天邀請了許多的學者 專家還有公民團體一起來討論 這波的運動要怎麼去進行 那麼在11月10號我們這個聯盟就正式成立 召開了一個啟動的記者會 那麼開始在全國各地去進行許多的這些限改的一個推動 那我們主要的希望是說自己的憲法自己談 自己的憲法自己定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讓這件事情可以成真 那就是需要透過草根的力量的集結開始 所以我們希望如果公民是這一拖憲改運動裡面的核心的主角的話 那我們就是需要讓所有的公民能夠了解到 今天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要如何做 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在這裡面有幾個重要的訴求 我們過去的憲改 其實各位都知道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在現在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拼裝車 那這邊有很多頂樓加蓋的 許多的這些違章建築 使得這個憲法的這個施行起來出現了許多的問題 再加上過去對於憲改的一個思維 都是從一個權力架構 權力結構之間怎麼樣子去達到平衡的角度思考 而少了關於歐民長期關心的這些所謂的新的權力現象的問題 那尤其是在過去這種強調法統 強調正統的這個基礎底下 也讓國民意志的展現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些限制 那我們認為在318公民運動開啟了一些新的想像空間 就是人民主權的基本價值跟精神受到了重視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認為權力的憲章這件事情 我們的這部憲法對於包括我們這幾年公民運動所倡議的居住正義也好 土地都更或者是環境議題等等的這些新的權力保障 事實上在這部憲法裡面都有很大的缺失 所以我們強調新權力憲章的一個推動 事實上是這一部憲改裡面很重要的部分 那等一下黃宜貝小姐會在這邊再做一些補充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過去的憲改都只能夠談真修條文的這種方式 而沒有對憲法本文來進行實質的一個討論 那我們認為在這一波的憲改運動裡面 事實上對於憲法本文的討論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認為其實憲法其實是我們剛剛講說 憲法在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說是構成的意思 就是把人民跟國家透過法規把人民跟國家給連結起來 所以憲法是一個國家人民進行這個連結的很重要的一個認同的對象 換句話說憲法對於一個人國家愛不愛這個 這個人民愛不愛這個國家其實是有高度關聯的 但是我們長期以來台灣中華人民跟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存在一個斷裂 我們沒有人我想在座沒有人會說我愛這部憲法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這部憲法離我們距離非常的遙遠 所以憲法是形成一個國家政治認同非常重要的一個文本 它不是只是法律文字而已 所以怎麼樣透過這場運動讓我們台灣的政治認同 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形成一種新的想像 也是這波運動裡面非常重要的部分 換句話說長期以來我們人民跟國家 我們人民跟這部憲法其實是存在一個梳理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去凝聚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這種凝聚感 那麼這種政治共同體的凝聚感透過這樣的一個 因為這樣的一個梳理也使得我們台灣目前仍然存在著 許多政治認同上的爭議 那麼如果透過這樣的一個由下而上的過程 我們共同一起來思考到底我們是誰 到底我們作為一個我族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 我們的一個我們的政治共同體的想像是誰 那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各位知道南非當年在制限的過程裡面 花了兩年的時間進行了全國的公民參與新憲的這樣的一個運動 這裡面所有憲法會議裡面的人民 等著委員 恰相去跟所有的人民一起進行討論溝通 國家請全力透過媒體透過教育體系去發放各式各樣的叫憲改的憲法 憲法新憲法的素材跟透過許多媒體的宣傳 讓所有的人民能夠參與這樣的一個新憲的一個過程 那麼根據他們的後來的研究發現 在那一場運動裡面短短三個月當中 有65%的南非人民參與了那一場 參與制定新憲的那個過程 他們在那樣過程當中收到了170萬份來自於全國人民 提出來的許多對於憲改的主張 對於這個新憲的一個主張 所以那個過程裡面其實是對於南非要成為一個新國家 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各位都知道南非經過了種族隔離的這樣的一個限制 白人跟黑人之間怎麼樣共同成為一個新國家裡面的人民 這場運動當中透過這兩年的這樣的一個歷程 其實對於南非成為一個新的彩虹國度 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會看到南非的新憲法 也是我們各位都知道去年有一位南非的大法官 L.V.薩斯來台灣 就可以從他的書或是他的演講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一部憲法裡面 所對於南非的這些人民 所帶來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不一樣的一些想像 那除了這以外 其他的國家其實包含包括在2004年 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省跟2007年 哥倫比加拿大的這個渡泰華省 其實都有針對於選舉制度的一個 由公民自己來制定修改的這樣的一個修憲的過程 還有包括在荷蘭在2006年也有針對於選舉制度的一個關於公民來辭職參與獻改的這個運動 那麼包括在愛爾蘭或者是比利時都有 那當然冰島更是從來沒有的一個創舉 他們由25個制憲委員會制定了一部憲法 那這部憲法從頭到尾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透過Twitter 臉書 許多的這些網路工具去收集的全國人民的許多的意見 最後起草了一部這個新的憲法 所以這裡面你會看到 這邊有很多的這些例子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想可能沒有辦法 等一下或許等他們大家這個都分享完 所以有時間我再來做一些分享 那這邊其實不同的設計 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參與的形式 包括究竟是跟國家跟政府之間是什麼樣的連結關係 還是你是純純由民間發動的 它呈現出來的那個效果也不一樣 那這邊加拿大跟荷蘭是由政府來發動的 那麼比利時跟愛爾蘭是由民間來發動的 所以他們呈現出來的那個效果也不太一樣 那我這邊講到這邊事實上是這個冰島的這個制憲的這個過程 他們25位這個包含一位這個身心障礙人士 他們特別去針對全國的這個性別年齡跟少數族群的這個比例 去做出了這樣的一個選擇 那這是愛爾蘭 所以我們這一場運動其實是希望一個由下而上的一個過程 希望共同來參與 那麼這個由下而上的過程裡面 我們現在基本的訴求是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受到政府 還有各政黨的重視 如果我們能夠真正把這些運動給發動 真的能夠做起來讓全國人民都一起來參與這一場 討論我們的憲法的這件事情 那麼這件事情當然需要有更多的力量的支持 但是我們在目前政府或各政黨還沒有接受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在今年的7月開始就已經在全國各地展開了很多的主持人培訓跟這個草根根坦的進行 那我們今天這個過程裡面其實一方面是希望能夠去了解 到底我們現在公民對國家的想像 對國家的診斷到底有哪些問題 另外一方面是各個NGO團體也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跟不同的公民進行對話 來了解到自己過去長年倡議的一些主張 跟公民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一些距離 所以這場運動裡面我很快 好沒關係 那麼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場運動裡面我們目前在全國各地已經開始進行的主持人培訓 那如果沒有錯啊 如果佳華跟我講的沒有錯的話 目前大概我們已經培訓了250個主持人 那麼250個主持人當然未來能不能上場 就要看後續的這個發展 那我們目前也已經舉辦了將近10場的這個草根論壇 這議題包含範圍非常廣 包含到底這個民主的防衛機制要怎麼建立 台灣的這些所謂的這個經濟上的不平等 要用什麼樣的制度來解決 還有我們現在正在規劃包含轉型正義的草根論壇 還有包含關於死刑的這些草根論壇都在進行規劃當中 那我們希望說在今年的五月以前 至少在全國各地能夠有60場的這個草根論壇 那這邊其實是我們的這些主持人的培訓 目前已經規劃當中的 我們在花蓮台東在這個高雄在台中 都已經有進行過了 剛剛那個全人高中的同學 就是國中同學 事實上在上一場的折舞 台中的折舞裡面也有參與 那麼我們現在在這場運動裡面 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 就是憲法成為這個人民對新的權利的共識 以及人民對於國家的一個新的認同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憲法制定的過程 讓它成真 讓它可以成為未來新國家的一個重要的基礎 那這是我們整個運動的一個初步的一些想像 我先介紹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 好,謝謝俊鴻老師來強調說 就是憲改運動中 人民參與的重要性 那做一個318運動參與者 那我也是我一個想要鼓掌 為什麼就是憲改聽起來 就是離我們很遠啊 就是其實中華民國憲法 到底跟我們一般人有什麼關係 那我舉一個說318運動 就是舉幾個例子來強調說 就是憲政問題 憲法出現問題的時候 其實跟整個政經改革都有一些關係 像是比如說我當初在反對那個福茂的簽訂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說 那個馬政府啊 就說他們已經跟中國談好了 然後現在又有一部福茂進來 希望立法委員就是被查 就是立法 我們人民選出來的立法院立法委員 都無法在簽確定 簽那個同意之前 看過那個福茂誰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問題的根本 可以討論說 當初這個福茂協議之前也是 在2010年那時候簽訂 Eck法的時候 兩岸經濟架構協議 所以有關係 那到底要用協議還是條約 它其實就是文字上的巧妙之處 條約的話就是國家與國家簽訂的條約嘛 那協議可以說是兩個地區簽訂的條約 所以可能在馬政府的眼中覺得說 這是中 中國跟台灣是兩個地區 所以台灣人民選出來立法委員 沒有資格看過這個福茂協的內容 可能是這樣的原因我也不確定啦 這到底為什麼立法院還不能審查這件事跟這有關 這是一個 另外就是當初就是 就是馬英就想要把這個王金平拉下來嘛 就想要透過自己公民黨黨紀的這個官書的處理案 想把王金平拉下來 但是王金平的位置是屬於五權分立裡面中的一個權力 那怎麼可以透過自己黨內的黨紀處理就可以把他拉下來 這當初也是一般的討論啦 那等等這樣的問題其實那時候都引起一些抗議的行動 那我只是做個補充說其實憲改的運動 這個憲法的事情其實一般人沒有那麼養躍 那怎麼樣讓一般人參與呢 接下來我要請到李嘉華 就是大家的粉絲李嘉華來跟大家講一下說 那憲改的運動能力的參與 是如何可能和怎麼重要 大家好我是李嘉華 那其實我們今天三個人有做分工 那像俊榮他剛才的事憲法 到底為什麼會有憲動 就是公平憲政推動聯盟他在幹什麼 還有就是說相對的如果是從 政府體制他啟動的一個在憲改中的審議 或者是人民啟動 在國外有哪些操作可能 那我的部分呢我們大概分工的內容 我一個部分會先去談說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進行草根論壇 或者是未來一系列的一個 人民在憲改運動中的討論 他可以怎麼進行 那這個進行其實是從 318在街頭審議這樣延續下來 所以我第一個部分會先把 我們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那用什麼樣的方式 那跟318的期間 那個討論又有什麼關聯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開始現在進行了草根論壇 那有一些說法或是會有一些質疑就會 懷疑說人民真的有辦法在討論中 討論出什麼嗎 那我想我可能會先從我最近 大概12月看到的幾個場次 大家在裡面的討論 然後看到感動的地方 就是所謂人民透過討論那個集體智慧是什麼 跟大家做分享 不過這個部分我也要補充 就是通常討論這件事情啊 透過這樣子說給大家聽很難感受 恐怕你要自己參與在場中 你才會發現那個一整個系列 討論下來的感動也好 或者是說在裡面看到了什麼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就是會希望說未來如果大家知道 更多場次的草根論壇 可以親身去參與就會更清楚 那最後我會再帶回一個案例喔 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後面呢會帶 香港和平戰爭的這個經驗 那我想說香港的這次 不管是從和平戰爭 或是後來講的雨傘運動 恐怕台灣人比較多看到的都是 畫面上那87顆催淚彈或是雨傘 可是其實在87顆催淚彈之前 就是從2013的11月開始 他們其實是經歷了一系列的 就是像台灣講的神異 他們叫D-Day商討 然後呢在經歷了他們全港的 其實在台灣就是我們的公投 可是他們的民間自辦的全民投票 那到底他們怎麼操作 而在這之中 因為他跟我們台灣現在一樣 318啟動的這個公民憲政會 是從民間 那他到底怎麼去跟體制內八等 他要怎麼面對政黨 他又怎麼面對北京政府 就是港府背後的北京政府 那為什麼會舉這個例子 因為不管我們先不去論 到底他們一系列的運動 我們要怎麼評價 怎麼judgment 可是過程中很多的經驗 其實是台灣這一波 如果接下來我們是在運動之後的神異 他們是在運動前的神異 其實有很多的情境 或者我們要面對的挑戰 可能看起來是有些類似的 所以才很希望說 在最後再帶回這個案例 跟大家一起討論 好 那到底318的街頭審議 是怎麼進行喔 又當機了嗎 好 那其實是Google的地圖啊 地場在這邊嘛 那他的四周 其實有很多的論壇在進行 我想大長花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喔 其實對我來講 大長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討論場域 就我想大家都應該都知道 他去大長花就要罵幹對不對 然後他會請你說出 跟這個運動有關的一切 可是你最後都要講到幹 但我覺得他有趣的是 在那個情緒背後抒發 他要跟你溝通的一些邏輯跟對話 所以其實我蠻鼓勵 我剛才聽到很多慶紅的學生 看不到去把每一場次的大長花 去做論述分析 然後看說這些看起來幹的背後的情緒 他到底要講什麼 那另外其實還有很多的對話的論壇 在那個街頭 開始由不同的團體 或是不同的個人啟動 但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我不能細講喔 不過我想要講的是 在那個街頭的討論 其實有他的特色 就有他的限制 那因為我們有一群人 是一群人喔 他是有過去在台灣推審議民主 包括社區大學 包括一些學校的老師 還有很多年輕人 他的比較熟悉的方式是過去審議民主的操作 所以我們把過去審議的操作導入到街頭的討論 那他會比較有結構化 那他也比較可以在過程中把結論留下來 那另外一套是華爾街的手勢喔 華爾街的手勢 當初大家在318期間 現場如果各位有去參加的話 有沒有玩過 他其實是有十幾套的手勢去做一個討論的規則 不過看起來喔 這些討論規則很複雜 可是我當初本來也很害怕 就是有一些阿公阿嬤會不會瞄我們 就是說你跟他說討論要比這些手勢 可是我發現有趣的是 阿公阿嬤進入的都很快 那比如說有些其實是 所謂宅致性發言的人 就是他很會講 然後他在現場呢 比如說邀叉或是叉吸 他來現場的時候 他也會先問我們說 欸但現在你怎麼在一起 然後你跟邀叉講 或跟叉吸講的時候 他就知道要比手勢 然後要等待 然後要回應的話要比什麼手勢 然後也有 我記得很深刻的是 也有一個阿伯阿 他擦滿就是台灣國國旗 然後我很擔心 其實這個討論文化他會不熟悉 或是對他來講 背禮很複雜 可是他看到我們在操作 他就說 然後他就研究了很久 在某個時間點 他也把他的手勢舉了起來 其實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當一個現場 討論有他的原則 而大家願意在那個原則之下 去分享 然後去很仔細的去聽別人怎麼說 那個當下的感動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體會 尤其那時候在街頭是幾千人 在這樣操作 但是我想要說的是 這些看起來好像手勢沒有什麼 但是他每一個手勢的背後 其實都有一些想法 華爾街的手勢 其實那時候 佔領華爾街運動中 他們有一群人 那 對他們來說 恐怕他們在意的 不是實質的主張 他們那時候的主張 其實是比較抽象的 跟318佔領情節 想要達到的目標 不太一樣 不過他們在這本書裡面 他其實在第四章就有講到說 對他們來講 民主的參與是什麼 民主的參與不是不能投票耶 因為在意的是說 在你投票之前 你到底是不是要把 各方的觀點完整的考量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前章 有一個手勢 是不是有一個叉叉 有沒有看到 他就是可以比這個叉叉 後排的朋友可能看不到 當他比這個叉叉 這個接口比這個叉叉的時候 除了還有一些手勢要處理之外 主持人是要必須了解 比這個叉叉的人 他背後到底在擔心害怕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有可能接頭審議之後 大家最後的那個 Appreciate 就是同意的方案 不一定是比叉叉的那個人 他期待的 或是他想渴望的 可是最後那個提案必須去處理 比叉叉的那個人 他背後的擔心 也就是說最終的方案 可能不如比叉叉那個人期待 但是在最終的方案裡面 有沒有解決 那個比叉叉的人害怕 或是擔心的事情 那其實你會看到他每一個 包括我再講一下 他在現場還有程序的 這個暫停的動作 如果你認為程序怎麼調整 可以有助於大家討論更聚焦 你也可以提出程序的建議 所以其實這一套手勢裡面 恐怕包括了很多當初參與者 對於民主的想像 不過我補充一下 我不太容易再從你在那本書的 介紹說 台灣318的參與者是 缺乏民主的想像 然後這一票的人 佔你 阿開或是去的人就有 我覺得恐怕被發現 已經不同的脈絡 他們是一票的 無政府主義者 那像我們是覺得 主權國家有Foundary的 那有一些想法 還有我們的訴求是具體訴求 跟你主張的是抽象訴求 我覺得那個背後 對民主還有慾鳳的判斷是很不一樣的 那但是今天也不能多說這個 所以我就先挑回老鬼 但是為什麼我要講這些 就是說當初在街頭 其中一個用華爾街的手勢 他背後是有這些 民主參與想像的思考 那另外呢 有別於華爾街啊 華爾街是現場有一千人 那就是現場一千人一起討論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到話 可是反過來說 你可以知道整個場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 另外一種模式 我們那時候叫District 就是在接手審議 那像是分小組的 那這個時候是在青島東外面 那這張是在議場內 這張是在吉南路的晚上 那我還記得那時候當主持人啊 中午在審議 你不是在告訴大家 程序釐清觀念 你是時不時要提醒大家喝水 時不時要去拜託志工幫忙運水 那我為什麼突然講這個 就是那時候在討論的時候 你會看到其實如果這個政府 或者是說有權利者 或包括運動當下的主導者 願意去把那個空間打開的話 人們其實是可以在那個場域 很認真地進行討論 或者是說某種程度 我自己會認為是很有品質的討論 但是不要說運動 在台灣的制度 台灣真正應該要審議的場域 有沒有這樣的空間 我想恐怕沒有 因為今天也不是談環品 也不是談都氣會 然後也不是談任何的聽證審議 我只是要說 如果在街頭都可以做到這樣 那為什麼政府做不到 好那那時候我們的討論 其實很少人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有去找了很多原住民 年輕人朋友來 那我也要坦白說 其實當初跟原住民的朋友討論說 你們要到進場討論 我們其實彼此都會有一些害怕跟擔心 為什麼我這樣說 因為對我來講 原住民朋友其實有他們自己 看起來好像只是文化背後 潛藏的一種運作機制 包括討論的一個方式 但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到底要不要join呢 他join 他是不是要去勝負這個制度 然後他join之後 他到底是要 原住民朋友是要打散到美組 化整為零 還是說他要自己一組 可是他自己一組 又跟外界沒有著急 我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就是說你其實從一個操作的技術細節 你就會看到台灣社會中 原住民他們那種自然主權 跟國家體制這個國家主權的一種 我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那其實在公平現場會議 他也必須要面對這件事情 好 那麼我接下來要說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那次在3181系列的街頭討論 每一場結束之後 網路上點進去 就在網路上都查得到TStream 有每一組的海報 每一組的結論 討論完之後呢 也有形成了一份意見書 那這次就是秀進去 每一場都有編組 那我也必須說 如果不是因為318這個運動 過去台灣從2002辦了好多場 上百場的審議民主 恐怕是全亞洲審議民主會密度最高的 但是不會有記者把公民審議的結論 放在新聞媒體上 但是呢 318期間的確有這樣子的機會跟效果 然後也因為我們審議了 在青島東路、錦南路 南明議會就是在場內一場內審議了 兩岸監督條例 不管是政院犯或民間犯 除了國昌大大他們這些人 會進去跟派 洛委會他們去佔那個兩國論之外呢 我們也會進去跟大家說 到底街頭的人們透過審議的方式 有哪些結論 但那天我特別印象深刻了 就是說 站在 就在那邊一排的政府 行政機關的代表 他就會跟彥土王跟國昌他們戰 可是當我們提出說 這不是學者一個人 或是少數政治精英 他們是一千五百人以上 經過什麼樣的程序 包括我們事前有要王玉琦 他不來 就是說我們其實也是要 要不同聲音的人 經常做雲鳳 就是做這個兩邊政院版 跟文間版的報告 他不來 那這個先別聽 對 人民審議完之後的結論是這樣 那恐怕兩岸監督條例 或者是說台灣重大爭議 不管是對外的條約 或者是對內的一些爭議議題 是不是應該經過這樣的程序 其實這個機關是沒有佔我們的 而且反過來他說 我們會回去好好參考 未來任何的會議裡面 我們都會審議主 其實他講這句話 我很害怕的 我害怕的是什麼 是你不知道他被 因為職位嘛 變成什麼樣的神秘女神 行政機關遇到問題都在回答 不是嗎 都會在討論 應該是說 這一個之後 他的經貿國事會議 他的現在全國能源會議 都跟你說 我要把這個元素放進去 然後呢 他也會去找 比如說 一些懂得資訊技術的朋友 繼續進去幫忙 可是 這也不是今天要講的重點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行事 神秘民主這件事情 它可以弄得很行事主義 它可以把程序跑過場 可是很多的技術 是很優微的藏在其中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有寫一篇文章去談 到底你面對公務部門去談 程序這件事情該怎麼處理 不過我只是要回過頭說 在那一場我非常深刻的經驗的是 其實這個政府缺乏民主的想像 他其實沒有這樣子的 民主參與的能力 那以至於他很難去刁你 但他在實質的論述上 他就會去刁學者 或者是個別團體 那同樣這樣這一套 在我們不少大家也自己記得 3.18之後其實4月的凱道 也有一個很大的群眾運動 那同樣在核能這個議題裡面 我們也去設計了 怎麼把核能 乃至於核四的那個議題 怎麼設計在街頭的審議討論 也是點進去每一場的結論都有 也有一份核四公民意見的書 那但是我這邊想要強調的是 因為在短的時間內 你必須讓議題聚焦 你就會需要有一些模型 或一些結構 讓大家在比較短的時間去思考 到底核能議題 它是單純的科學技術問題嗎 還是它其實背後在挑戰 是我們對整個台灣發展價值 還是說其實根本原因是這個政府 不管是哪個政黨執政之後 它的政府治理的問題呢 還是它是overlaping重疊的 那核四那一波也是一樣 審議之後的結論 媒體也有登載 那我這邊做一個小節 就是不管是小組的這種審議 或者華爾街 我覺得我們在操作之後 並不是現在在跟大家談 草幹樂談就是請大家都到街頭去討論 不是 它背後想要跟大家溝通的是說 如果一個議題 你是事前有些很很很很很很很 很準密的準備去想說 這個議題的這樣都要怎麼設計 那或許透過一個結構化的流程 你可以在短時間內 收容一定的議題跟意見 我有時候會覺得 它是一個叫做聚焦的巴塞 那大家可以理解 巴塞喔 但是它是聚焦的 那我們現在也就是希望說 把這個部分可以導入到草根論壇 那我們到底在草根論壇 目前看到什麼 其實草根論壇 它是整個公民憲政會議的第一個階段 它可能會有幾個不同的部分 那討論完之後呢 它會到一個所謂叫推動論壇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公民憲政會議 那對我來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發散 然後你會磨合聚焦 最後一個收容的過程 這不管是一個會議或是一個公共憤策 它都會有這些階段 不過我們現在在九合一 合併之後就是跟亥俊鴻說的 很多政黨或政治人物 他們開始提出他們不管修憲或是等等的想法 或是他們的主張 那所以我們其實面對了很大政治力的挑戰 有政黨說他要辦一個國師會議 那在體制內其實立法會 立法院裡面有一個看起來應該要成立的 但是他還在那邊不知道在幹什麼的 應該要成立的修憲委員會 那一個運動 因為它現在畢竟公民是重力的訴求 它不是體制內政府的啟動 它是一個民間的一個限改運動 那當這樣的限改運動它的審議過程 它全部都開開來在陽光之下 面對政治力 那看起來有時候 有些看似在那邊的政治機會 它其實是有某種很大的一種 面對局勢的不確定性 可是我必須也要說 當我們談草根論談的時候 講白一點有些事情就是急不得 也快不了 好那為什麼呢我等一下會講 這邊其實是最近幾場 我們在網路上 每一場就像剛才在318請見跟大家說明 每一場培訓 內容 還有接下來會有的場次 如果跟我們合辦的團體或是個人 他們是邀請制的 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公開讓大家報名 可是所有資訊會在上面 那如果它是open的 就是對外也是inviting 很歡迎大家一起去參與的 我們就會有一個報名的欄位 那我們在裡面到底看到什麼 第一個我其實很感動的是說 人們可能他們有發現 可是他們其實是把台灣整個是在結構困境下的具體情境描述得很清楚 長白一點它就是配方結構困境用普通話用人話用周開的方式說給你聽 那對我來講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找到議題跟這個制度的斷裂 大家的集結才有可能 3號318期間或許有這樣子的因素在裡面 那我們看到什麼 至少有三場 一場就是我們在台中做主持培訓 這只是一個演練的過程 可是那個演練的經驗就是讓我們非常深刻 大家要談選制 可是談選制大家從什麼開始談 大家要開始談廢票的意義 開始談 包括特別是在投了一競選的選區 它的意義是什麼 開始談他們在開票監票的時候遇到什麼問題 是不是你只能在現場逗留8小時 是不是你到底要離票鬼或哪裡多遠 是不是執法人員就可以 或是開票的人就可以進去對你做什麼 然後還有在地方跑過一次地方的選舉的人 他雖然落選了 可是他告訴我們選制這件事情或選舉的時間點 其實跟地方名在他們省預算或是交接的時間 在背後有很大的結構的問題在背後 可以說綁裝也好或等等 但是這個如果我們不去談 不是從他們的個身經驗 不是從他們因為有去監票開票的過程 我們不會知道 那包括我們在台東 也是在主持人培訓的時候 他們來談台東到底有哪些問題 現在台東都會跟你說我們要發展觀光 但是在那個政府腦袋中的那個既定觀光的發展路線之下 可能跟你的觀光發展思維不一樣 可是政府已經化整為您透過很多標案預算 進來到你的社區 你到底就贏不就贏 你如果不就贏的話 你有什麼方式 這是他們活生生面對的困境 然後地域的觀光政策之下 在地人到底受到什麼樣的影響跟處境跟衝擊 有沒有人去談 那該怎麼辦 那包括前幾天也是在東武才台灣 評估差距 我們會講居住正義 那到底什麼是居住正義 一個東武我忘記是大二或大三的男生 他就說我在租套房 我隔壁的套房是一個單親媽媽 帶著兩個小朋友 然後也住在套房裡面 而且他有時候還付不出套房的租金 他說他不知道台灣社會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我就是套房不是就是像在東武旁邊是我們學生在租嗎 為什麼是一個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小孩住在裡面 很擠喔 四坪到六坪 然後還付不出租金 然後也有人去談 他面對學代的問題 延伸去談 他到底他們對於高等教育的想像是什麼 那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剛才不管是居門或是平豪他會去補充說 到底限改運動在談什麼 他限改不是只是讓我們去修憲法本 或是有人要制定一部新的憲法 那包括政治改革 包括你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想像跟想法到底是什麼 可是有時候我們在一個議題裡面 可能很難說得清楚 只是跳開來讓大家在談的時候 他把他的切身經驗、切身感導入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震撼的 那第二個他們除了可以把結構困境下的具體情境 很清楚的描繪之外 他們也會有精準的問題整段 因為有些關鍵的核心問題 他其實是模糊的 但是卻是大家有感的 前幾天也是台大的工會學生跟台大法院生 他們就去談說實習的無心智 還有看解的問題 然後因為他們是學生 到底老師找我寫論文 說我是研究助理 不管是RA或TA 那掛名上面也沒有你喔 也沒有給你錢錢喔 那你們到底是什麼關係 你們到底是什麼關係 其實那派遣也是一樣啊 派遣公司 我服務的公司跟我 我們三者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是依我們簽的派遣契約而定嗎 還是有時候契約是簽假的 我不知道喔 我要講的是說 像我們面對很多問題 其實它就是一個模糊地帶 也是因為這些模糊地帶 財團跟行政機關 它就有很多解釋的空間 但是在剛一次透過這樣的討論 大家把這個模糊地帶的問題給提出 然後到底我們面對這個模糊地帶 碰到什麼樣的挑戰 想清楚一點 那第三個我就正經在草莓論壇 我也看到一個很感動的是 超乎原本NGO的期待 那那個NGO其實 剛才一句紅的簡報裡面有說 過去的團體其實有他們長期 因為對這個議題的倡議或關係 又累積一定的基礎甚至主張 可是當它面對更廣大的群眾 或者是進一步跟它的支持者去討論的時候 恐怕會有一些修正跟調整 但是我最感動的是 我們那時候在 這是一臂主持囉 這個主持人是一臂 那姿勢非常的俏皮 那我想要說的是 我在那一場其實聽到的是 NGO的工作者在會後跟我說 我真的快哭出來 因為他非常的吵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硬的恰恰夢 然後他跟我說 他居然跟我說 有結構的設計啊 他沒想到參與者可以這樣很專心的去聽 而且去回應 然後不是各說各話 然後大家都會想要聽別人說話 也會想著怎麼回應別人 然後把自己的經驗跟對方做分享 他第一次跟我說 原來請聽表達跟分享是可能的 然後他這幾天去參加完全國能源會議之後 他帶來一群這個組織的志工去 他們回來之後就說 全國能源會議的分區會議辦的比這個還不如 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理解那個差異 但我今天也不是演講要表全國能源會議 他們可以選擇更精準 然後他們在問題的診斷上面 很多模糊的部分 他們可以表達得非常清楚 然後再來是 當這樣子的人跟厲害關係人或NGO互動的時候 彼此都可以進一步去再反省跟思考跟調整 這至少是現在在草根論壇我們有看到的 那這個都是在討論過程中的一些記錄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人名 我把它蓋掉 但是我剛才講的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是怎麼操作 然後現在進行到草根論壇的狀況 因為之前有一些記者被打來跟我們問說 欸草根論壇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坦白說我覺得那很難敘述 因為現場蠻多媒體朋友的嘛 可以去每一場去看 那我們其實現在也是想要試著把它拍成影片 不過因為現在現動我們的戶頭好像不到六萬塊 然後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把這個過程拍出來 坦白說審議是一種開會 開會大家都會覺得很無聊 可是在過程中如果你進去了 其實是就會感受到說 到底一群人的集體智慧 對那個當下的收穫跟感受 那我最後要拉回的是 好如果今天審議的這樣的過程 它是從民間啟動 但是這個民間的啟動 它又試圖影響體制內 不管它是不是威權政府 香港面對應該就是 那台灣我們可能每個人的判斷又不太一樣 我們看一下他們怎麼做 有哪些點可以大家一起想一想的讀 我們一些幾個點 對他們來講 他們其實這一波從2013 就是他們想要爭取一個投票自救的可能 就是他們要一個可以自己選自己特首的 這樣子的一個民主上的一個制度 他們自己的權利 但是細節我就不說 那比較遺憾的是 台灣人會不會多數看到的都是這些 就是87顆千類瓦斯 然後八個佔領點 那後來變三個 然後有些跟台灣四層相似 也有澡堂 但是他們更酷的是 活生生遇到一個就是在鬥的場 現場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多去香港的朋友 迷端到旺掌邊那樣的經驗 甚至團體會 在台灣三一八可的大家 團體之間有些鬼誦 幹在心裡 但不會 你看他們很高調做床單 然後去攻擊對方 不是攻擊行政機關 是攻擊對方 但這都不是我今天要講的點 甚至有這樣子的狀態發生 那或許大家再記得更早的是 前一波他們大課 然後台灣人有去深淵 這些 然後更早一波是 他們其實也有佔領立法會 他們佔領立法會的原因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佔領立法會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一些土地 東北土地議題 並不是大的體制的問題 可能台灣人記得都是這些 或者是更多的運動 可是我想要說的是 不管你記得是哪些運動 在這些抗爭之前 香港到底在幹嘛 我想要講的其實是 大家看到的都是在 9月27號出現 那可能更早知道 霸克 反東北氣沖立法會 可是我想跟大家談的其實是 2013到2014之間 他們怎麼進行審議 怎麼進行投票 這個過程 這個人叫戴耀廷 他英文名字叫佩妮 他其實是一個港大的法律學者 加公共行政學者 那後來也叫他們 站中三子 就像我們有 學運三子 只是他們平均年紀比較大 但是 學運三子我每次都會說 有一個年紀也是自己的 為什麼可以叫學運三子 我也不知道 好 好 那你們看一下喔 貝妮從這樣 從運動一開始 審議這樣 然後變成這樣 最後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大概看了他 這一年多我去香港 五次到六次 他在過程裡面 要是一個審議的狀態 到一個公民抗議的狀態 那個人的 情緒跟整個外貌的顯現其實 是非常明顯的 但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他一開始是怎麼做 他其實第一波只是一篇文章 然後來他開始陸續 拜訪很多的團體 民間做審議 你不可能不做組織跟動員 那你也必須在 公共書寫的場域裡面 去寫文章 那他第一次辦 第一個階段 其實是叫議程的設定 他是找了 其實就是霸葬頭的概念 露眾頭 他找了各個組織 各個團體或學生 政黨 把他們找來拜一次 他就知道怎麼辦 那大家 對這一波 運動要談什麼議題 先出戶交換意見 那第二波是什麼呢 每個人帶回自己的團體 去遍地開花拜 其實就像我們現在 草舊論壇一樣 我們希望大家都去拜 那這邊為什麼我寫 scenario不是他的過程 因為這邊是他 當初去年 我跟他在討論的時候 他告訴我 我針對北京政府 立法會各個派系 泛民裡面 民間團體不同的互動 談判跟整合的動態變化 他的想像是這樣 可是最後不是如他想像 最後又變成這樣 他其實在審議的中間 他必須先讓大家知道說 這件事情不是小圈圈而已 他其實先去結合了投票 1月1號元旦就讓6萬多人 這其實是一個test 就是讓大家試試看 到底民間的投票辦不辦得起來 然後投了這些問題 然後在他第二次遍地開花之後 他沒想到還要一次的討論 把前面的結論整合起來 我才有辦法進行第三次的討論 而在最後一次討論跟第二次討論中間 他還去把政黨民間團體 對於爭埔權的方案去內容 去從30幾個方案變成15個 然後最後公民審議的結論是三個方案 那6月22到6月29 全香港在做一個公民投票 那我要說的是 為什麼把這個歷程拉出來 第一個是審議的過程 沒有辦法如他預期 第二個是過程中 也不是只有審議 然後這其實背後是有 整個香港社會翻起來的 一個動員過程 就算民主黨辦假的 欸我們要出去 會啊我已經出去了 就算民主黨這樣子參與 公民黨參與 然後不同的團體用他的方式進場 大家都有一些沒錯 可是至少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們知道說 香港的運動有另外一個樣貌 然後也透過這樣的方式 試著自己謀定議題 不過我必須要說 他們的審議過程 也有發生很多問題 這也是我們要開始思考的 他們一邊面對的是北京政府 一邊面對的是人民 人民也會寄予過去 對泛民大黨的不信任 就像現在開始也有一些人 對民進黨不信任 即便是粉圖派 我怎麼 我怎麼跟進行這樣的審議 不是只是把人民當成我的台教背書而已 而是他們真的可以進來設定立程 可是反過來講審議需要時間 它怎麼讓人民團體跟政黨 可以坐下來才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尤其他們又面對港府背後的北京政府 那我必須要說 便宜那一波處理得不夠漂亮 因為他們並沒有一個場域或機會 是讓大家一起做絕佳setting 基本上是Elyne Fanny這個人 他的包容度 他試著整合 可是會發生很多的問題 那我要講就是說 當你這個運動一邊面對著政府 你要打仗 一邊你投時又要審議 那你怎麼去拿捏 那我必須要講 我經過這樣子 將近一年多的審議 他們最後公投是 他們不敢叫公投 他們叫全民投 民間全民投票 將近80萬人 APD大概快50萬 然後實體投票站大概6萬多 他們甚至也去實驗 境外公投的可能再多很多 那這是他們當初 22到29號的整個投票站 那我必須也要補錯一件事情 他們本來投票的期間沒有設那麼長 主要是因為懷疑是港府或北京政府 去打他們的Database的後台 就是他們線上投票的後台 激起港人的 你知道嗎 就是 這樣我們也加碼 那就是更有力的去把 去撐起這些投票站 撐投票站是非常辛苦的 有弄過連署的經驗 或者是各藍圍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他們要有正規投票站 又有附屬投票站 然後又結了很多 就是線上的軟體等等 還要做這樣子的行前訓練 那時候我就跟著他們 從頭到尾 去看他們怎麼做培訓 然後把這個沒有港大 就是學術單位名叫中間進來 其實是撐不起這整場運動 有閃兵有志工 一般人來幫忙 這個是社工貨星運動的分局喔 後來大家都比較認識的學聯 兩個男生 也是一路從 我就是拿著麥 然後在銅鑼灣跟大家講 然後排隊連署 我跟你講怎麼做 Lester他也不是說 一開始就是男神 他也必須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就看到 投票的時候 香港人這樣子排 看不到底的喔 這在城市大學 看不到底的 其實我當下 我有時候 回去看這些照片 跟台灣在投票的時候 我都沒有那麼感動 可是我當時看到這樣 因為他們這個並沒有直接的法律效果 可是他們為了要做這些事情 是這樣子在努力 然後我們也跑到長沙 長州 對不起 長州他們最遠的離島 去設投票櫃 而他們這一波的這樣子的 民主行動也影響了澳門 可是回過頭喔 其實我問Banny啊 你怎麼會想到說 要審議要投票 他說其實坦白說 他一開始說 要贊領中華 要做這個珍卜選 他沒有想到可以做這樣 是因為他的書上 有一本書 書架上有一本書 就是在講Defuration 然後他就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來做做看 可是你會發現 他的D-Day1 D-Day2 D-Day3的階段 是一層一層一層的往外擴 然後他在操作過程中也發現 你要談 不管是香港珍卜選 甚至是台灣的整個限改的過程 你不可能只有一次的 他是需要時間 是需要長期的 然後基本上 他也會有一些基本的框架 也就是說 他不可能是 所謂中立完全沒有立場 他也是會有在一個價值光譜的一邊之下去整合 然後他的操作是先從核心 讓參與者一圈一圈的擴展出去 但每一天 我覺得這個先請 我不知道君王或是一臂是不是 其實每一天都 我自己會認為每一天都如履薄冰 因為這個過程 你並不是在一個行政機關裡面 有制度的保障 然後你資源也是 我還在怎麼說 那個資源其實也沒有資源 都是各個團體 或是參與者願意這樣稱 但我看到非常精彩的地方 他們有想過找一群生長者 因為投票民主這件事情 跟他們也有很大的相關 然後一個學者跑到深水埠 其實深水埠就是 香港最弱勢的地區 去跟你談跟你講 你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然後這一幕我其實最有感受 通常都是社運的場 然後說政治的目標進來對不對 今天是什麼 他踩到民主黨的場 然後跟你說 你們要審議民主 這在台灣 可能大家會覺得 他阿Q對不對 但悲你有時候 就是這麼阿Q的人 他就是跑去民主黨的場 跟你說 你們這些已經是舊政治的 不可以了 也不是你們主導的 你們要這樣做 那還有這一場 我也是很感動 這一群是一群生長的朋友 所以你會看到他們之前做議題 導讀是螢幕上一個大大的手語老師 在比給他看 然後Benny在講解基本法 就是他們在一國兩制空間下進行 然後所有聽障者在討論的時候 前面會有好多人寫白板的手語老師 而且每一個聽障者的旁邊 其實還有一個小劇 都會拿小白板寫給他看 他們是這樣子在搞 學生學界其實就是學聯 在我們看到這兩個男生之前 其實是陳樹菲當秘書長的時候 他是讓700個學生 一起來針對這些題目來討論 這個要用廣東畫面才有趣 這是什麼 這是一群婦女團體 他們會覺得 在正規Benny設計的討論流程 有太多審議的問題 他們自己去找了 比如說台灣以前過去怎麼操作 也是一樣華爾街的方式怎麼操作 盡量讓參與的師奶們 就是一些阿姨婆婆們 覺得是有趣的 然後他們從中也是去發展他們的行動計畫 他們其實有一波行動計畫超有趣 他們是約定同一天全部罷工 不買菜不做家事 然後呢他們也是化整為名到市場 然後到他們的油管會哪裡去跟大家談說 真博犬的重要性 那這是他們的slogan或口號 但是要用廣東畫面才有趣啊 我會唸一下 我不會唸啊 你會唸嗎 好 所以其實這個運動晚上 我覺得有幾件事情可以想 不是說我們只是拿拿牌子撐香港 或是辦這個會 那或者是說我們又衝進一個地方 好這樣子 我覺得不是 也不是去說 人家怎麼還是在一國兩制下 一國兩制的框架下 或是他到底是港國嗎 我覺得都不是這樣去討論事情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幾個點喔 其實跟審議無關 但是他7月2號511個被抓的人 怎麼樣被好好的陪伴處理跟對待 台灣的三二四嗎 你看不到明星 你看得到是這些人的故事 你看到是學運的 或是運動的主導者做錯事 什麼事情我就不講 出來跟大家鞠躬 say sorry 領導者也是會做錯的 你看到是管左右翼 他也是在談事件 或者是說有一個什麼樣的住民公約 我看到的是 就是年輕人經過Banny這樣的 他們可能對Banny的判斷 覺得有很多的不買 這個我們都找機會可以談 好好的想過一遍 像他們站中的運動 但他說什麼 民主不單只是投票選舉的一刻 更重要的是持續的參與 群眾的商討 及議題的共同生命 對我來講也是 憲改的運動 並不是憲法本文的文字怎麼處理 更重要的是持續的參與 群眾的商討 以及議題的共同設定 這是一個大學生說出來的話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整個過程 憲改過程 他其實重新要跟這個國家 訂立新的契約 我們到底想要一起在這個土地如何生活 想要什麼樣的政府 那恐怕整個對於社會運動 還有政治參與要重新定位 我們一個新的政治想像功能 是什麼 還是只期待某些人或某個人嗎 那各股社會力跟政治力 如何連結跟同情 那人民在這個過程中 主體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如何呈現 你只是被動員去簽名嗎 你只是做連署 當然我要說這個很重要 但是之外你自己在想什麼 那很大的一個挑戰也是 過去所累積的民間團體 你如何跟更多的台灣人 一起參與整個憲改的運動 好 那我最後要說 就是草根論壇、窺動論壇 到公民憲政會議 它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恐怕跟政治力怎麼樣的激盪 是一個關鍵 但是在香港的戰衆運動 我們看到的是路視走出來的 是我們走出來的 那未來有幾個場次在醫院份 航空城他也要去討論 他要作為航空城未來 政府如果他如果玩真的 但我們擔心他玩假的 聽證之前 民間如何做預備的討論 花蓮也要針對他們花蓮的議題 還有死刑的替代方案等等 這是一月份會有的幾個場次 那再來就是說 二月份有一些選制的議題 可能也會有一些縣市進行草根論壇 所以我的部分我其實還是拉回來談的就是說 草根論壇我現在講的一些部分 可能或許還是沒有讓大家有辦法 很直接的感受 會很希望的是大家可以去參與這些場次 甚至你自己糾種一個糾團的概念老闆 那我們操作的方式其實就是在318期間 街頭有各種模式的其中兩種方式 那為什麼講香港經驗 因為整個現代的運動它是民間啟動 它怎麼面對政治力 還有它同時面對政府 同時面對台灣的社會 你如何 如何不是玩假的而已 因為我必須要說 運動的過程中 大家怎麼看待公民參與跟精英路線 其實它是很挑戰的一件事情 這不是只是面對公部門會有的問題 民間團體同時也會有這樣子自己要 要 要 要怎麼 自覺嗎 希望大家都會自覺 而且 就算後製後覺也好 但我一直又說 這都是我們要去面對的一件事情 那不過我就先講到這邊 好 我們提到說 要做改變 有時候其實不關靠一個人 是不夠的 有時候還需要一群的組織 以及組織者如何 在一些行動 然後一定會提到說 做了一個 就是關心 長期關心人權議題的 反正題 那如何在現代運動中 參與這樣的 就是 參與民主的方式來講 好那我們來歡迎他 大家好 我現在要承認 我跟俊夢老師 可以交往老師閉起來 我真的是在那個 不管是在憲政 或者是在審議民主的這條路上 甚至連幼稚園學生的程度都不到 也是一個剛出生的一個小孩這樣子 那很大的一個部分呢 就像剛剛俊夢老師一開始所說的 這整個想要從民主 就是全面性的公民參與的方式來做限改 是一場民主的實驗 這個應該是俊夢老師 自由時報的一篇文章寫的 那我今天在這裡 其實就像一隻很會 像一隻會說話的 黑猩猩還是天竹鼠這樣 因為我很大一部分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 是我過去幾個月來參與這場試驗的 一些觀察跟反省 那我等一下會提到一些 或許大家聽起來會覺得好像是 可能是在唱衰這個過程的 可是千萬不要這樣想 因為這就是一個非常全新的一個試驗 那在試驗的過程當中 本來就會有很多的事物學習 是一個trial and error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我想要很坦白的 把我看到的一些過程 跟我感受到的一些緊張的關係 跟各位分享 可是這樣子的用意是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即便有這些東西 可是一個由下而上的一個草根 來推動整個這個憲政的過程 就是值得的 首先在我開始分享今天的過程之前 讓我花一點點的時間來說明說 我今天為什麼可以在這邊 最主要是 就是像剛剛俊宏老師提到的 限動盟就是公民憲政推動聯盟 是由二十幾個民間組織 在318之後所形成的一個新的聯盟 那我所服務的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就是其中的一個成員 我不知道在今天之前 大家有沒有聽過人權公約這兩公約 都有聽過齁 那其實 限動盟是今年才成立的 那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的發展過程 也算是一個非常年輕的一個聯盟 那它之所以會成立 最主要是在2009年的時候 馬政府透過 通過兩公約施行法的方式 然後讓兩個 應該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基本 以及最重要的人權公約成為 我們國內法的一部分 那時候呢 彭文雄先生就是那個 唱法很差的那個Peter 就是要殺蔣經國就不成功 和我們現在還在這邊折磨 要休憩還是持續很久 好沒有關係 就是他那時候 就是有感受到就是說 那如何要讓這個人權 或是人權公約 不會輪為一個形式 或者只是一種修辭 所以它集結了民間40多個團體 然後我們共同組成了一個 實行監督聯盟 那我們最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希望能夠 作為國際人權保障機制 以及台灣內國法中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橋樑 然後能夠去引進一些國際上面 我們覺得是可以 適合在台灣發展的一些制度 那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去 監督政府如何來落實 兩公約上面的 締約國的人權保障義務 結果在2009年之後 沒有想到呢 在2011年以及在今年呢 台灣政府就是突然表現出 他對人權事務的興趣法 就煌浪噹的 一下就通過了五個人權公約 所以全世界目前有九大人權公約 我們已經透過世行法的方式 通過了四個 然後通過了五個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在我們退出 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之前 就已經通過正常的簽署與地月存續的 叫做消除種族一切形式啟示公約 所以現在對台灣來講 有國內法效力的人權公約共有六個 所以我們從2009年的兩公約事行監督聯盟呢 就在今年正式改名為 人權公約事行監督聯盟 然後讓我們的關注的範圍 能夠不僅限於兩公約 那我們在目前這個階段 最核心的幾個工作呢 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是試圖能夠 希望能夠去發展一些結合量性 或者是執行以及規範的一些實證方法 想要用這些來監督各級政府 落實人權的保障義務 比方說像聯合國目前正在推動的人權指標 或者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在行政程序法 或者是在一些法案裡面 能夠加入所謂的人權影響評估這樣子的制度 然後來防免像是大埔啊 或是航空城這種大規模 可能對人權有侵害的這種評估的制度 另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也是跟我們憲政的改革 是可能是比較費用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才剛剛透過由美女委員 國會辦公室喔 想要能夠送進去國家人權委農會的這個組織法 那希望能夠強 就是健全台灣的整個國家人權保障的機制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工作之一 也是俊鋒老師剛剛前面就有提到的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將基本權 就是去擴充憲法的基本權利的憲章 然後能夠納入一些我們認為重要的 把一些重要的國際人權能夠納進來 然後讓他有憲法的地位 那人權公約盟為什麼要參與公民憲政律動 其實剛剛嘉華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除了是民間團體是專業的NGO之外 我們也很多都是對於這個國家有很深的感情 以及期待的公民 然後雖然剛剛近看有提到說制限或是這種 不管我們說的是制限還是在修限 我想對於人權公約盟的心中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民視相符的一個新國家 不管它叫做什麼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從這種 由下而上的那個捲動過程當中 一個當然就是重新一定我們 現在生活在這塊三萬多平方公里的這個土地上的人們 跟我們的政府之間的一個新的社會契約 另外我們也很希望透過這個 能夠捲動很多人從草根參與的這個過程 去建立這個整個國家 不是只有在政治性的一個認同 而是去建立一種人跟人之間休憩與共的那種 solidarity 是那種一種團結感 因為我覺得我們過去幾年來可能發生了很多 特別是經濟社會有關的相關的議題 是會是出現在我們怎麼在想我們跟他者 之間的關係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能重新去建構說我們是誰 我們台灣人是誰 為什麼今天有剛剛家豪提到有一個房間裡面 有單親媽媽帶著小孩住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這個人付不起房租跟我們是有關的 跟這個國家跟這個政府是有關的 他付不起房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為政府的失職所造成 所以我們要參加公民憲政運動的有一個原因就是 也剛剛跟大家提到的兩個核心工作之一 就是基本權的入線 要去擴充基本權的一些這樣 以及推動國家人權保障機制 都會直接可能跟憲法層級的議題有關 然後我們也試圖能夠透過這種由下而上的會議呢 第一個我們還是免不了因為我們附導者 或者是傳教的那個習慣作者了 所以雖然是我們期待一個由下而上的那個參與 可是很大一部分不滿各位說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子的機會 一部分是去進行公民的教育跟意識的提升 然後我們也認為說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 認識到說憲改的重要性 那麼憲改就越有可能成功 然後就算憲改不成功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可能過去不知道是黨國教育 還是我們的儒家思想太成功了 我覺得當發生一個社會問題 或者是政治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人好像比較喜歡把它歸因成一定是你不努力 就是很喜歡做個人式的歸因 一定不是這個制度出了問題 如果有一個人會去殺人 不應該去看他小時候是不是父母雙亡啊 或者是從小 或者是他今天去摸人家說不能 就不應該去想說他是不是就從小父母 就是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或者說我也是父母雙亡 我沒有去摸人家的胸部 你為什麼去摸人家的胸部 所以一定是你的問題 可是我真的不是要跟他們成為題辯解 我是說就是當我們在考慮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需要去瞭解到一個社會問題 跟政治結構之間的那個關係 這個也是我們希望能夠透過草根論壇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去協助大家有這樣子的一個意識 然後我覺得過去雖然好說我曾經有辦過這場擊敗場的那個公民審議會議 可是我感覺以我在學校這樣子或者是參加一些賠例的活動 我覺得台灣其實並沒有一個一種真正的公共討論的那個文化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能夠趁這樣子趁憲政的議題 還算夯的時候也能夠趁這樣子的一個機會去鼓勵公民 然後有去審訴一個關於公民資格或是怎麼樣子的一個討論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一種相信 我們相信公民可以再適度的不能叫做引導 可是是協助比方說提供一些導讀的資料或者是一些充分的資訊 以台灣人目前的那個教育程度或者是說我覺得我們是有能力 你只要給他機會他是有能力去展示出來一個有意義的一種討論 或者是一種審議 然後另外一個當然是對我們自己的試驗 就是我們每天都在喊說我們就是公共事務是基本人權 就是公共事務的參與是基本人權之地 可是說實話我們平常的工作形式都不是採公共參與型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對我們自己的一個試驚實說 我們到底能不能幫我們自己的修辭化為實質的行動 那我在這邊也需要去說明一下的 雖然那個哲武在這場活動的宣傳當中 有提到什麼爐梭的那個社約問啊 或者是說什麼好像把憲法是一個由下而上 生出來這個東西說得是非常的理所當然 可是我想剛剛君永老師也提到一些 就是這種由下而上所謂參與式或是對話式的這個憲法呢 其實都是蠻晚近的一些產物 特別是可能比較多是在所謂的後衝突國家 比方說愛爾蘭或者是南非的那樣子的一個特殊的情境裡面長出來的 那以我們一直在推的那個國際人權法來說也是這個樣子 雖然像剛剛提到的兩公約裡面的公民政治權利公約 它是一個1966年就通過的公約 那更不要說在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裡面 就有清楚的把公民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直接寫進了世界人權宣言 可是要用公民參與或者是由下往上的那種參與式的憲法來說 仍舊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狀況 要一直到1991年聯合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所做的一個個人申訴的判例裡面 才確認說制憲本身也算是制定憲法 或是參與憲政的一些討論本身也是一種公共事務 因此人罪公民既然它是一種公共事務 所以人民既然就會有參與憲法改造 或者是制憲的這樣子的一個權利 然後再來就是呢 我們作為一個自學為進步的團體 就是那種新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能自落 於外罪竟然是這麼新的事 要再講一個就是說關於那個對立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不要怕對立喔 如果沒有對立的話 我們怎麼測試一下我們自己所相信的規範是甚麼 很多老台派 很多老奴派 他們都成立非常多團體 很多政黨 那他們成立的現在就是說 講了沒有幾句話就要喊表決 就是他們怕對立嘛 然後也講的意見有衝突 可能都起來打架也不一定 那這樣在衛兵面這個強殺制 先趕快喊表決 表決完了之後呢 選出來的黨主席還是一個引導人之後呢 不認同的人他們就離開這個團體 另外再組織另外一個 那這樣來講的話就是變成是一個沒有規範可言 這種民族的話也是見不起考驗 那另外講一個新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的新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講很多新價值 到底是說我們是很迫不及待的 學那個明末清楚那樣 想要從國外把外國有的 我們沒有的趕快把它抄進來 這個叫新東西 還是說我們的新東西真的是台灣本身 發生的一些事實行為跟政治行為 這一點我覺得從剛剛的講法裡面 我覺得我很少聽到這樣 比方說像格蘭偉要罷免的話 罷免才是很遠 這個本身很接近公投 那這種行為大家有沒有想說 因為大部分我們這邊的人 參與的應該很多嘛 那大家有沒有想說 那在這次他選舉裡面 有多少東西我們可以產生新的 新的政治現象或新的一些事實行為出來 如果說我們沒有 我們就還是趕快去用非常學術的方法 然後看外國期刊 外國過去的東西 到底有沒有寫過什麼東西 我們還沒有人趕快把它抄進來 我是非常反對這樣 謝謝 一個聽說是上映的提醒 但是關於你剛才說說 你問過賴宗長問過鄧仁 他們並不是無法代表他們 所以你剛才提出另外一個 要不要成立議題 什麼政黨政治 然後進入事務工作等等 我想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那想說針對憲改 我們現在成立 現在先考我們這件事 那因為結束之後 然後可以在私下再請教好不好 我可以解釋一下嗎 我可以解釋一下嗎 我先讓大家錄吧 然後我先解釋 結束這一輪的 解釋一下 我想要政黨政治 我要解散政黨 對不起 來 我 我是 今年 第一次參加折舞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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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今年開始 也寫個書的 主題就是要 解放柯文哲 那 柯文哲這三個字啊 剛剛聽了三位講 講者 都把三位講者的名字寫上去 應該也是一樣 剛剛從陳教授口中通過到國民 然後還有我們題目上的線上 剛剛這些東西都是已經有一個繼承的 必須接受的前提 那我是覺得說說 台灣人真的 命就該如此嗎 要不要一個 柯文哲的被執入底線經典 存在在各位的腦袋中嗎 中華民國在你的腦袋裡面不能夠剔除嗎 你是哪一國的民啊 你是哪一國的被統治者啊 民自古以來漢字這個就是被統治者啊 還這樣子 自稱是國民 有一個國家 你是被他統治的人 跟 我知道的democracy 是兩回事 如果說 真正要制定一個 自己在地人的憲法 參與這件事情 才是重點啊 我們要在這樣子的 有一個自己在地的憲法要成立的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參與權 這個才是重點啊 你是不是要經過代議制來替你決定 你願意不願意 這才是重點啊 但是參與的過程裡面 我要提供給各位思考 有一些 沒有自我管理 意志的人 不需要他參與 因為他也不會參與 你去跟他講那麼多 我自己都不用管理你 幫我決定就好了 台灣存在太多這種人 所以說 要修行社會運動裡面 應該第一個 我提出一個 在地人的憲法的制定 你願不願意來參與 如果說 你們決定就好 哪一種人 你根本不要跟他講說 他要做什麼這樣的主權宣示 不需要 你現在在QA時間 你有什麼 我要提供的就是說 這一個現在的參與 在談 以在地人做主這件事情 我認為 第一個 要先問 他有沒有參與的意願 如果他是 一個 你們決定就好 我就照做 那就不要再大會實踐 在那種人身上 不用這樣子思維 謝謝 好 謝謝 這問題是我們的場客 他要主張 就是 重新置線牌 看你的時間 好 來 我想 線分線弄輕鬆點 然後大家就恭喜大條 今年第一次折舞 都出現 都已經出現在這場合體面 然後 然後有文想法說 我們在談憲改 對不對 縣改之前我們 是不是有一些先決條件 要先處理一下 包括我們在討論什麼 要不要內閣制 要不要18分 什麼一些東西 然後呢 可是這些東西 先前東西 我們要不要了解 包括什麼 我們想要的民族是什麼 我們想要台灣的文化 跟那些歐美的文化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 我們考慮是 我們想要意識形態什麼 意識形態不是講 統獨什麼之類 是指什麼 資文主義社會主義什麼 什麼那種福利 資金自由主義 這些東西 我們到底想要主義什麼 因為一個主義 它就一個邏輯 就是憲法的根本一個邏輯 然後呢 憲法 竟然就是憲法就是 所以說我們想說 還有就是說怎麼樣 我們的民主 是指的是我們一樣的文化 包括我們想要塑造的 怎麼樣的文化 這些東西可能要先決 先決則 先先討論好 然後再來就是憲法 固然就是 就是我們人民的契約書 換句話想這個比喻就是 憲法就是我們 人民 人民對政府的一個情書 所以說一開始我們還是要把 就是覺得憲法 就是說以人民還是憲法的根本 還有就是 剛剛就是憲法 公民 跟學者的差別 就是說 我想就先 比如說學者他是不是也是一個公民 只是在某種特定領域比較專長而已 然後學者他的 他的就是 一個角度就是在 在 就是當種種子的喚醒 或者教育公民的角色 然後可是他 同樣就是這主題之外 所以他應該 他應該也都算是公民 換的來講 今天換了不同的議題的話 他就不是 他也是算一般的公民 就是說 如果不同領域的學者 他就是一種 帶有種種子的角色 好 謝謝 那我們又時間關於 所以回應跟結論放在一起好嗎 待會請三位就是講的 就是 邊做回憶也做更結論 那簡單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憲改運動參與的過程中 說要討論這個憲法 那在討論的前提 是不是要讓大家認識這個憲法 聽見明明他是這樣 然後等等其他 就是 那參與這個民主統的過程中 那到底 那個參與的人是誰 部分可以請大家 就是講的可以多做一點說明 好那就是 歡迎請講的 就是結論跟 這個回憶放在一起 然後被人回憶 可以兩到三分鐘嗎 好 誰要先講 我先講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個外國人 外國人在哪裡 外國人 對 就是外國人 蛤 他是北京人啊 就說 沒關係 他自己說了就好 就以他的稱呼 那他說的就是 網路的這一塊啊 其實 嗯 不要說 現在憲改中的參與民主 其實過去幾波 開始 我們說趙軍領第一他們的進場嘛 但是我 對我來講 這些網路的資訊或是工具 他有他的特色 他也有一定的輔助 但他也有一定的先駐 那我最近比較 嗯 有比較深的感受是 因為這一波運動也是有一些 嗯 就零一他們都是個體部嘛 他們來參與幫忙之後 他昨天 我有個CGate去網開 他有一些想法 他說他過去對 嗯 鬥民主或是還有一些網路上的推文啊 投票這些 他都覺得是一個民主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塊 但是他也發現 很多東西是超估技術以外的這支問題 那 在網路上 你很難 你很難 有一個主持人或facilitator 幫大家做會整 做釐清 做歸納 但是你問我 這個網路技術重不重要 我覺得非常重要 他在我們剛才講的影縫 就是知情的部分 可以做很大的功效處理 而且他在討論的過程中 如何發散跟震盪 透過他可以擴大更多的採用 但是回過頭要處理非常政治 還有最後真的要磨合一個公式的時候 恐怕他的困難度會提起face to face 就是界面討論有很大的困難性 可是你說他 他是不是必須進場 我覺得是 因為他在資訊的視覺化還有處理上面 還有一些歸納 以至於說某種程度的擴大參與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有很大的潛注 那回過頭如果回到主持人直接歸納的問題 也是挺好說的 討論的全體是不是要讓大家知道 但對我來說 那可能要看討論的題目是什麼 就即便現代運動中 還是有很多層次的題目 那我覺得比較多 其實反而要提醒的是 有些議題他是有聯動或連帶 就是像現在不管是政黨 或是有一些學者他會提出中央體制 可是到底當台灣人在面對中央體制 這個問題有點遙遠之外 會不會去思考他同時配搭的政黨 系統選制等等是什麼樣的關係 還是一味的只是要總統制 或者是內閣制 我覺得有時候其實要去處理的 並不是那個知識門檻 有時候是要提醒大家看問題的那個視角 但你說這個背後是不是有一些立場 其實我從來 像我們現在做主持人培訓 我們不會跟主持人說你是中立的 而是說因為你要完成主持的工作 你無法去參與討論 跟把你的對於議題的態度 做一個很清楚的表態 因為主持人的工作在現場 他有一種很優惠的引導線 如果他離他自己都不自知 而他沒有提出來讓大家也同時監督他 他還一直表態的話 其實坦白說能力很好的主持人 他可以先跟你廣熱感情很好 你信任他 他很優惠的把態度放進去之後 你要跟他走是很簡單的 所以我只是要用這個舉例說 不可能是在沒有立場的狀態下 但是有一個情境的可能是 有些人對某些議題的確過去 沒有那麼多的接觸 他可能是不熟悉或是不了解 或是過去沒有參與 那那個跟所謂的中立又是不太一樣的 這是我必須先說 然後最後又回到說參與的人是誰 我只能說我們可能理想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可能走到這邊 所謂理想在這邊 我們當然會想像渴望有所謂的草 跟有所謂的全民 可是當你要做到這樣子的理想的時候 我覺得這很現實的你屁股有多大 就是你有多少資源 我的意思是 當你要去接觸你所謂的全民參與的時候 或者是理想中一個形式的代表性 民主也是需要投資的 民主的投資是不會比什麼硬體工程那個還要少 你有多少的錢你可以去做Random 你可以去做水晶抽出那個代表性 可是我想要一直強調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其實在從民間啟動這樣的審議 或者是說我們回反省前一波的審議民主 當我們在想那個形式上的代表性 政府也可以操作的同時 我們有沒有去處理那個意見不一樣 或是政府它的包容性的問題 所以當我們一直在講這些參與者 他是不是草根 我覺得最直接的問題是 當跟學測者或主導者 他意見不一樣的人和聲音 到底可不可以進來 就是恐怕比起形式的代表性 我會更care這個部分 但如果資源我們有一定的程度 可以去調配跟處理的話 那去處理那個代表性我也會做得很好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進一步去談 我們彼此對下一步推動論壇 公民憲政會議的想像 他勢必你還是要去面對 有些人對代表性的質疑 可是對我來說代表性是一塊 我們到底怎麼想像更弱勢的人 然後他沒有辦法參與 你怎麼讓他參與 然後或者是說 當他們的聲音過去 一直進步到決策系統的時候 他怎麼進來 恐怕我覺得這個部分 或許可以的話 可以花更多時間去關注 那大概是些問題到現在 我現在簡單的回憶一下 有關於那個 一個是政治人物裡面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倡議工作者 是不是真的可以變成一個 好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有很多先天的條件 跟後天的揚成 以及自己個人的名字 所以我覺得並不是說倡議者 當被那個召喚的時候 他不出來 然後就是好像表現他都是在拿嘴炮 或者是不會承擔那個 我覺得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現在直接民主 跟間接民主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並沒有說 怎麼擇其一 事實上我們現在今天 之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做的一個 就是我們要想要確保的是 我們的待遇事 有能夠付他 不付我們的一個政治上面的托付 可是我們都是也在爭取一個公共的參與 就是當不管 就是我們要 就是要強化兩種品質 然後另外呢 剛剛有一位先生有提到 他就說有關於工作那個參與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要直接民主的品質好 有個部分是真的 是要從那個 類似像古時候那個公民共和精神 那樣子的一個培育 我們必須要讓 讓每一個人民都有意識到說 他也是一個公民 那我這個的公民 並不是跟國籍有關的那一種公民 而是說他是能夠 他也是一個參與公共事務 以及別人的事務 也跟他有關的這樣子的一個公民的 養成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直接或間接民主 並不是一定要從中期 而是應該要互補 最後做個補充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那其實就呼應剛剛幾位 兩位的一個說法 我想簡單講一點 就是說 在座當然有很多的朋友 可能會有一個想像 就覺得 既然這部憲法這麼爛 我們為什麼還要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說 我們要修憲或自憲 我們乾脆就 我們主張我們提出一個新憲法 或是我們乾脆就自憲算 當然我們 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一部新的憲法 但是就是說 從運動的角度 現在我們這20多個運動團體的一個想像 是認為 在台灣目前的這個狀況底下 我們要如何讓台灣成為一個新國家 那如何能夠讓這些政治人物假戲振作 我們認為或許透過這一套程序 那這套程序裡面 對我剛剛我個人的角度來講 除了所謂的 直接民主或經濟民主這個討論以外 我認為這一個過程是對於我們 形塑新的政治認同 我認為是有很大的意義 很大的意義 為什麼會這樣說 就是說 過去台灣 我們看到經過這20多年來的民主化 你會看到台灣人的認同 其實逐年在上升 中國人認同逐漸在加上 尤其是在現在中國崛起之後 我個人接觸的年輕朋友們 你會感覺到 他們對於台獨的想像 可能跟過去老一輩的台獨的朋友們 想像已經不同 我就是生長在這個地方 我就是這裡面的這塊土地的人 所以這個政治認同 對我來講 其實脫過台灣民主化的洗禮 這個政治認同已經非常強烈了 接下來其實就差那麼一步 就是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真正對於我們現有的這部憲法 所給予我們的這些疆界跟限制 有機會來做這樣的一個討論 所以對我來講 我們對新國家的想像 就是透過這一個過程裡面去 華勒斯坦有一句話 革命是什麼 革命就是去改變那個我們認為的 最基本政治上的假設 假如這些假設被搬動了 我想所謂的新國家的行程 不是不可能想像 話句話說 我們現在的想法是 如果我們能夠透過這個過程 去形塑 或者是去打造我們對新國家的想像 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需要更多的公民一起來投入跟參與 我覺得那樣的過程 我們對於新縣或者是新國家的想像 我覺得對我們這些團體來講 這是目前更認為可能的一條道路 就是說 在目前的制度上的一個參與裡面 可能並不一定是完全不可行 這是大家對於運動的判斷 當然我想我也可以理解 而且在座有很多人認為說 我們幹嘛去玩這個遊戲 我們就直接宣布一部新的憲法 就好了 那這可能就是運動上的一些差異 所以在這基礎底下 就會到剛剛挺好說的 那我們怎麼樣讓這個議題 給動起來 給熱起來 那我們其實除了草根平台的舉辦以外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其實從其他國家的經驗裡面 這個東西要能夠成功 其實如果沒有政府的力量的投入 要攪動全民一起來參與 這件事情當然是不容易 以南非的例子 加拿大的例子 荷蘭的例子 其實都是需要以國家力量的介入 支持 資源跟人力的投入 等等 當然在還沒有進行之前 我們當然希望說 透過民間的力量 能夠去形成這股鳳潮 所以在這個當然我們知道 憲法的知識對很多人來講 門檻比較高 所以我們目前也在做一些事情 包括請一些距離的朋友 如何把我們現在的一些 對於憲法的一些相關爭議 用一個比較可以互動式的 可以透過網路 可以網路媒體方式來進行的 還有包括我們可能也會拍很多的一些 關於這些短片到YouTube上面 甚至我們也希望能夠帶動全國的校園裡面 來進行 那個渦泰華省 他們在進行這個選舉制度的改革的時候 他們還辦一個全國的高中生的 這個關於選舉制度的一個全國會 的一個會議等等 透過這樣的議題 讓這個議題能夠成為我們 如果我們大家都可以來關心說 我們將來要成為 什麼樣的一個新的國家 我覺得這 現在聽起來是一個很美的一件事情 當然這裡面有很多的難度 還是需要克服 當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起來想想 如果我們要讓這件事情成為可能 我們要讓政治人物 現在在喊修憲 要談大規模修憲的這些人 如何讓他能夠假戲真做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公民的力量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過去台灣 我覺得常常在講說 我們台灣人喜歡當選民 比較不習慣當公民 那透過今天這個機會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過程 從民主深化的角度來講 本身就很有意義 即使未來我們說 這一波的先改運動 即使沒有辦法成功 對我來講 這樣的一個過程走過一趟 其實對於我們未來 對於政治共同體的想像 我想會有很大的不同 那這是我個人 對於這個運動的一個期待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這一幕每個禮拜五晚上 都會在這邊定期舉辦 討論各種時事議題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想說 2015 新一場就來討論 未來有可能 就是成為台灣 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你的限改的運動這樣